大家好 又是向左萌的节目时间了 上星期我们也提过关于港大的副校长任命风波 今天也看到港大私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行动 好像是先生做先 是老师做先 然后也有很多学生或者其他教职营养型 有多少人 据报道就有接任2000人 我想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大家很担心就是 譬如说未来可能会有再一步行动 罢伙 我据问那些人就很担心 会不会是罢伙够不成 但是我想今天的行动 都给了一个很大的理由 给一些想着 觉得罢伙作为迫使港大 要面对那种 对于昨天任命的一个很荒谬的理由 很荒谬的机制的一个情况 都不会因为没有人来罢伙而放弃 我知道其实今天长矛都会想着 介绍一件事 其中一件事就是 煲胎也会讲一下 港大会讲一下 或者其实 其实如果煲胎就觉得 我不大了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用保密原则 它那件事就不会穿出来 即是说 即是即时讨论 叫做DBC的事情 如果用保密的原则 那怎么会知道呢 如果不知道 又怎么会捉到它呢 是吧 是吗 即是其实 保不保密就是看下 有什么需要 是吧 即是 梁振英 说 不准排给香港电视 即是 他说不说 那你真的催不住 那现在其实 煲胎就觉得 咦 为什么我不超然呢 我不是在保密原之一之下 得到保护呢 这样 当然 这个是 其实三个特首 来讲 董建华表面上是最好的 但是董建华是以 非常合法的方法 是拿到利益的 例如 李嘉诚是持有 他那个 东方海外的 就是超过10%的股份 是不是 那 当时没人知道 不过后来 因为证监会改了条例 那 凡是持有 任何一只 就是上市的股票 超过10的都要 超过5的都要公布 那他才要公布 是不是 就是超过10的 是不是 所以他持9点多都不用公布 这些这样的事情 就是 历界特首 都不是第一次听的 是不是 就是 数码港事件 那 只不过高胎就是不够运 那 现在梁郑也有两件事跟着 是的 那无论是澳洲老钱 或者是新世界那两件事 那我们 不要忘记 那 就是 那就是 互主情节 叫大家不要忘记 煲胎的贡献 那 那么 那么多人 就是 林秀明好像真的很喜欢 支持人 他支持过麦齐江 又支持过煲胎 我想在他的骨子里面 就是认为 那些人是一个 就是 如我们说的 技术 就是 他觉得 这些人都有贡献的 所以他说 大声大家 他有贡献的 就是 他说 他不起诉就是没办法的 梁爱斯 嗯 是不是 梁爱斯 就是 就是 梁爱斯就不能起诉他 那时候他就在做这个 律政司司长 他就不起诉胡先 那 立法会就想谈他 但是就因为 有保皇党就可以了 是的 没办法 就是 就是 刚才你提到 就是 保皇党最初说 他都说我们多余 是不是 就是 保皇党就 政治需要 他觉得有些操作 不是操作 如果有些操作 那些操作 那些操作 當然不操作 票数贏了 就是 就是 就是看回这个问题 那当然现在在審 我们就不讲 其实案情都很简单 大家看到 就是讲一讲就讲 忙坐飄那件事 就是 这个我们也不讲 那其实 就是你看到整个问题 就是 梁振英 是没有处理到李国能建议那些东西 是的 就是说 特首都还是很超然的 是的 最主要都是讲回 就是利益申报的一个机制 特别是 他在任过程里面 他本身和那些人接触过 有没有一些 其实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交易 涉及其中 又或者其实 就算他还没做特首之前 其实会不会已经有一些关系在 然后透过他在特首的位置 透过 政府部门的一些悉心安排 然后某一些既得利益者啊 新世界啊等等 就可以把相关部门直接把利益落袋 无论刚刚之前讲到新世界尖东 就是那个 有应用地的事件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嗯 其实 就是现在看一下 如何再发展下去 就是其实 我就觉得其实 就是制度上出了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谁去制行特首 就是基本上特首 很难有人制行他 就是因为阿波泰 就是 被人家 伏击他 他才做一样 否则我们怎么知道他做过什么 第一 不知道他在立行会 就是什么时候做过什么 用什么理据 第二 也不知道他在行会以外做过什么 还有因为整个 关于曾荫权的起诉 都拖了差不多三四年 三年 三年 很多人都会发现到就是 你 只不过是因为两件事 其实有些人觉得 不是一个 要很长时间搜证的一个 就是检控罪名 而竟然是花了一个 不合比例的时间 去到所谓调筹 或者是拖延可以这么说 所以很多人已经对 譬如说可能 律政司起诉 或者廉政公署本身的能力 或者甚至他的诚信 都基本上 其实我想之前 廉政公署前 前署长的行径 大家都已经对廉政公署 打了折扣 当然 就是廉政公署也没有人监察的 就是 就是 我说很多次 譚维初就负责那个委员会 就是告语不告就任他去抓紧 就是当然是 大家心里有数 就是 就是 就是他自己本身都是一个 曾经 涉嫌过 就是 亦权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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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没有申报的 亦都没有申报的 那就是 这个当然是 非常好笑的 不过我又觉得他很奇怪 好像港大这件事 现在又好像 掀起了学术界争论 是吧 又跑了一个叫李天明的人出来 李天明 可能大家都不懂哪个叫李天明 但是很可能 大家喜欢这个批判思考的人 都可能有本什么李天明思考的 艺术 那 当然可能李天明 不知道突然间 怎么突然走出来 多口夹了几句结果 就是 滑虎不成反撤丸 搞到他自己 晚年申办人名列 可以这样说 他名列了吗 呃 他说什么呢 其实他 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就是 就突然造成什么串义 是否人хack了他的网 可能是中共的间谍 或者中共的黑合 他不是说他 就是 語言分析才说很叹 beh 是 要不然 就说那些说话 原来是同意反覆的 那可能他想 那些人 这人不可信 所以就不需要相信 是 那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是否fucking logic 这是fucking logic 就是fucking logic 我觉得其实现在 其實如果你亂搞 例如港大所謂等賣婦孝 搞了那麼久 其實是迫使很多人出來表態 我們所謂的撕跌就是這樣 因為你出了一個題目出來 舉個例子說 雪是黑色的或者夏天落雪 人家說就死不說就死 你繼續說的時候自然會有人出來回答罪 回答罪的時候你又打了那幫人 其實你看回港大的事件 我覺得馬飛信也很有趣的 馬飛信也很有趣的 他說這件事不尋常和中共有關 那麼他自己有沒有表示 他還是不做又怎樣 他也提過 他也提過 如果他認為這樣的時候應該還在港大做 問題就是他心態就是等被人動 還是他自己不做 還是被人踢爆某些東西 然後就搞到自己黯然下台 當然我想整件事裏面都見到那12加1 12加1 那12個反對 下委會 那10個下委加一個只是主席 梁主席 10加 12加1 然後現在竟然有一些新進的人士加入 李輝等等 李輝加入什麼 李輝啊 李輝哪位 打工夫那個 我都以為是打工夫那個 原來是這個 港大教學是某個Division的副教授 然後就被人揭揭揭揭揭到 原來他其實 著作又不是特別標稱 他自己口多多就是用這個影響因子 然後就說 你昨天晚上都不教我200 什麼200次 那我作為行家都聽完就說 什麼叫200次 就是被人登了200次 是不是被人登了200次 被人索印了200次 那我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這樣計算 好像影響因子不是計算幾次 那個不是你打飛機的次數來的 那個其實只不過是一個指標 就是一個零點幾 一點幾 他意思就是說 我也比昨天晚上好 因為我被人索印 我被人索印過很多 那老實說那些數字 就是次數而已 但是老實說那些次數 你可以自己引自己200次都可以的 沒有人知道 但是起碼我不懂這個人叫理解 現在港大其實已經分了兩個陣營 就是 現在出來繼續指責那個 後委會的人 就已經是很明顯 是跟這個港大的水晶園 那裏是有些白癡 我想如果長毛這樣問我 會很簡單分三略 第一類當然是 寵物那一派 就是基本上 就其實有意無意 或者其實已經跟大陸 或者跟這個梁振英 有些有些 無論是利益 權力 或者互相利用的一個關係 然後另一派可能是 學生會那一派 可能很關心整件事 但是其實 很可能在這個過程裏面 不是太有效地動員到 那些學生或者教育職員 就是對於整件事引起關注 然後中間有一派 你看到奇怪就是 其實港大那麼多教授們 或者那麼多老師們 但是其實直至到昨天為止 我們都不知道究竟他們那個態度會是怎樣 直至到今天原來那麼多人出來 去到參與整個校園的一個遊行 才知道就是說 咦 原來整件事 開始引起大學關注 那當然 有一個關鍵點就是說 好了 今天有一個行動 可能是星期四 星期五 都有相關行動之後 那第一 會不會有一個更加 所謂的升級行動 會不會爆課 那第二件事其實爆課都不夠 其實爆課只不過是 其中一個行動的平台 但是中間 對於整個校園會 對於那十二加一 究竟有沒有一些巨大運動會針對地呢 我想都是作為日後 整個人動持續性 或者整個行動動員過程裡面 一定要關顧的一些地方 是 其實現在的問題就是 萬事 他鼻子不東風 其實如果教職員都覺得 任無可忍的時候 很關鍵就是學生的 如果學生 我覺得 廣東學生會真的要很慎重 當然我不可以做好決定 當然 都沒有 考慮過所有因素的時候 要不應該提出罷課的主張 當然 在罷課過程裡面 其實 能不能夠透過私身本身 當然你其實說罷課 其實某程度上 你都在說 在想導師會不會罷課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不只是不上課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 你可以做很多很有意義的事情 譬如 你看看很多外國一些罷課 的一些經驗 都看到就是說 其實甚至他會做了一些行動 在校園外面 然後 其實 也有可能成為另一場社會運動 一個契機等等 所以其實 如果很多人以為 罷課之後 究竟我可以做些什麼 我會反問一件事 就是 咦? 其實在你想罷課的同事 你已經不是想到 罷課後面 有一個整個退套 或者甚至整個相關行動策略 然後你的目的 不止引起大學的持份者關注 甚至成為了另一波的社會運動 最主要的目的可能是 你說校正民主化 或者要改革這個不同院下 或者甚至 只剩下七大裡面的一些行政架構 令到整個校正民主化 令到是不是特首不應該再做這個校董 是不是令到整個 無論你說用校委會也好 或者用這個校正最高當局的不同架構都好 是不是令到它的權力更加開放更加透明 取出一些沒有關重要的 比如說保密協定 然後會不會把政府委任的校董 把它刪除了 然後再多一些民主的校董上去 其實我想這次的事件 如果運用得好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是令到整個香港大學 起碼在雨傘運動之後 第一波發生成一個大園 校園社區的民主運動 其實是有可能發生的 交給你了 其實講到有可能發生這件事 我自己忍心而言覺得 港大這件事很調整 因為為什麼呢 學生是最重要的持份者 而且他一罷課的話 我想震撼力很大 但現在似乎 因為我不是學生會 也不是他們 我不敢說是否準備好 但是我覺得 罷課本身 是學生力所能及 也都做到的 如果罷課的話 就會令到港大 即加了壓下去 令到港大 現在很多人在罵那些 支持陳文敏的人 那個壓力沒有那麼大 我覺得這個應該必要做 但是為什麼不做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沒有遲到 不過如果你說 說回退聯 他們都搞得挺好的 那為什麼這件事就不搞呢 我覺得很有趣 其實我其實都 若某一都知道 其實在搞退聯的過程裡面 他很可能 他都很誠實的一件事 就是整個退聯 其實是香港大學裡面的學生 自己的一個決定 很想證實這件事 但關鍵的一件事就是 其實你退聯之後 如果你學校裡面發生什麼 冬瓜豆腐啊 風吹草動 那你還有沒有資格 或者憑什麼 你要求一些全港性的學生組織 要提供協助 或者甚至就是說 你搞退聯班人 港大陳文敏班人 你去了哪裡 我就會這樣問 現在的問題就是 其實你看到港大退聯之後 一鞋不如一鞋 譬如他退了一年之後 他也都 因為他不是學年 他就不去 才不去那個出國萬會 所以沒有口非 但是他搞那個 中國萬會也搞得 不是很成功 這個就是 你退了之後 你做什麼呢 有什麼實力去做事 當然你可以這樣說 如果我不退 就沒有可能去做事 現在看起來就是退了之後 對於發展一個 新的學生運動 似乎就 是沒有幫助 也都沒有效益 也都是 也都見不到他有跡象 可以發展成一個 脫離學聯之後 有自己的能力 特色 和延續性的學生運動 這個是有一個很肯定 我相信 現在在港內裡面的學生 拿我這句話去回想 你有沒有證據去反駁我 你有的 我隨時挑機 我隨時應戰都可以 所以其實 講回港大這件事 在雨傘運動之後 由於大家都覺得 原來那個領導 其實都是商學 三支交販民 是不行的了 要淘汰他們 但是 你沒有那麼淘汰 你已經可以擺脫了一個基本 你自己已經有自由的時候 又做不到 這個就是 我相信現在面對最大的難題 是不是 所以 我程度講 東一槍 西一槍 其實很多都是一個 response 譬如說 如果 爐寵物 這班人 不是搞 副校 副校的話 也不知道有什麼搞 現在搞了之後 現在真的有件事給你搞了 是的 又沒有辦法搞 這個真的出現了很大的落差 就是會不會其實 我們去重新評估 雨傘運之後 不同政治勢力本身的互動 它是自己本身的兩角方面 就是可能這些事件 我今次去都是很有趣的 今年的11國慶 遭遇到很有趣的 我早上去 因為以前 10月1號7時 就合 跟著去星期 沒有人去 因為太早起床 去年 就因為雨傘運動 那些人都不夜天 930 大家記得 928就是 是星期日假期 929是星期一 930是星期二 10月1號 就已經是 所謂的國慶了 所以 其實那時候大家還在 928的余波上 其實我去到那時候 是第一次見到 那麼多人一起跟我示威 跟我示威 那些人就是 無望初衷 叫我們不要 不要忘記初衷 不要罵共產黨 不要衝擊共產黨 我們只爭取香港民主 那天氣氛就很吊軌 很吊軌 很有趣 很詭異 原來黃太陽也有份 他當時說他都是難的 當時為什麼說衝擊呢 就是黃之鋒曾經說過 他們要進去星期禮裡示威 不會再在外面示威 所以就很緊張 就是很多人很緊張 怕我衝擊了那個 星期禮之後 中共會反面 這當然也是中共本身 找人出來說的 真是很多人攔著我 叫我黃黃初衷 不要再搞大陸的東西 我喊口號 結束黨專政局 你不要講大陸的東西 我們不想搞大陸的東西 是第一個我全身的經驗 很有趣 那今年又撞到兩班人 三班人 一班就叫做熱血公民 一班就叫做 不知本土光復 關復本土 就是何志光那一班 就是和這個 資源會遭遇那個 走去踩資源會牆那個 就是資源會騙人 劉山青和我都是正棍來的 被觀眾收買 他真的騙得出來 我真的覺得好東西 他誰是劉山青都不認識 劉青山可能他認識 他又有份 去到他就說他不是中國人 就馬上罵我 我抽水收錢 我都不知道他講什麼 其實 另一個就是熱血公民 就是說又要解席 我覺得 看回這件事 他經常都說 之前他就難我了 有些人 如果黃台陽有份 其實很多現在本土派 但是當日都是 覺得我們是本土 不要管這些 現在他又說勇武鬥爭 那天又怎樣勇武法呢 十個八個這樣 有時不太明白 他們用的字眼背後 和他們的行動是脫節的 我經常覺得 你勇武是不是拿機關槍 我覺得我們都很勇武 因為很少人去示威 是吧 他這麼早起床 很少人去 我覺得 其實 起序共產黨 從上講什麼呢 他是不是被共產黨強姦了 有情意結 是吧 我真的不明白 我不是中國人 當然你可以這樣講 沒有所謂 你可以這樣講 是吧 第二個就是解席 解什麼席 其實很簡單 照抄台灣是不行的 講了很多次 因為台灣本身 在現在 是一個叫中華民國的政府 在台灣 任何一個中共的士兵都沒有 現在我們有四千個 在台灣是沒有 共產黨的黨委領導 如果有黨委領導 或者他們做一些刺探 台灣情報的工作 是要拘捕的 台灣都有國安法 台灣馬英九選舉到 做總統 共產黨不可以不委任 馬英九委任的部長 共產黨是不可以 無關事的 沒有辦法動的 你現在要講 我們學台灣 麻煩你了 讀書 浪費時間 都讀書 我不是中國人 那你說什麼 人家 人家 現在就有四千個中國兵 在那裡 是啊 你去天馬艦說 不要緊 我都沒有所謂 你說什麼都沒有所謂 非常之好笑 陳文說實質主權 麻煩你了 這是很大的分別 這是一個人來的 是不是 那這個 那這個 就是 我今天覺得很奇怪 然後 晚一點又有一班 叫做 不知道 愛港力 還是什麼 又說我們收錢 何智光說我收錢 愛港力說我收錢 那這個好笑 是嗎 那我最好笑的就是 何智光去到 我聽到他們說 哎呀 警察不讓你掛的 你不要掛了 勾著算 大哥 膽怯就不要去 怎麼會指揮自己的人 不要掛罰額的 我真是不明白 那他們怎樣 我真是不知道 那現在大家就知道 他們去洗選區議會 那我不知道他們選區議會來為什麼 如果用他們的主張的話 是啊 你參與這個 中國共產黨 香港特別行政區旗下的一個政治參與 是 那怎麼辦呢 到底算不算是嗎 是啊 就是說你去席嘛 那去席 你應該背國所有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政治活動 包括選舉 是的 議會外嘛 這個真是 我現在到 今年11日 我真是令我非常深 再想深一層 其實 在當日這個 一年前的12日 大家都很害怕 激怒中共 叫不要說共產黨的事情 到現在 因為很生氣中共 就不要說共產黨的事情 那就是怎樣呢 就是當它不存在 還是 這個所謂互為不存在 可能是一種見人講人話 見鬼講鬼話 見人妖講人妖話的策略 怎樣呢 就是說 我要參選 我就說 這個不是去席 你去示威 可能你打算有些行動 對於這個中共國旗 啊 陀棺塞話 我們不是中國人 你不要那麼多事 但是你發覺 黏在一起的時候 發覺到一些事情 都不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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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參選的綱領 就是我們不是中國人 但是我就不知道 他參選的綱領是什麼 就是寂目以待 還是戒票呢 其實他在 戒不戒票 不要說啊 這個就不能證明了 就是我想看一下 區議會的選舉的傳單 是不是 就是他會在 那些人說什麼 不過 剛才從某所說 就是說 雖然我們沒有證據證明 他的參選就是戒票 但是如果他做到戒票後果的話 那 戒票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怎麼證明這些票是你的 第一 第二就是 可能他多票過你的 這個真的要選完才知道 那 可能你看回上次人的經驗 那 其實可能有一些區 差了四百票 其實可能對加納手五六百票 不多不少也可能有一個戒票之嚴 總之很簡單 如果兩個 三個人競選有兩個 是所謂同一個陣營的 哪個小票就給別人說是戒票的 譬如我們兩個 跟他去選 他是敵對的 我們總共拿了二千八百票 他拿了二千票 那 事先 就是 主流泛民 覺得他一定拿得票多個人 那如果主流泛民 或者 或者自稱是泛民 或者自稱是民主派的人 拿票少於別人的時候 那人當然是說你戒票 因為 你少於別人 所以這個 就要是 選完才知道 現在 我也覺得拭目以待 不過我就很有興趣 他們會在 區議會選舉說什麼 會不會說 講豬 講狗 快點覺醒 選我 即是在網上有些語言 會不會說 講豬 選不選我 講鴨選不選我 講狗選不選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到底是阿婆 又在握手拜票 還是怎樣 還是其實也是 蛇齋餅總的小孩 不過現在都不行 現在的選舉都不可以拍到這麼陽 對不對 那我就是 以觀後效 我真的要看他們選舉的策略 還有 都剩下幾分鐘 剩下兩分鐘 我看你打了一本書 這本書是講法治 其實我昨天去看了一部電影 就是講 女性爭取平權 就是講 英國女性那個 平權運動 我覺得挺好看 我想 大家應該看那部電影 我看過挺好看 就是這樣一部電影 就是那個故事 我就很熟悉了 就是一個叫做 Panhurst的家庭 三個 這個就是那個章 就是 The time is now 就是 平權就是這個時候 那就是 是講的 在英國 在這個 十九世紀末 到 二十世紀初 二十世紀初 開始的 所謂 爭取庫律 有平坦投票權 那我想下個星期 我會講話 現在沒什麼時間 那這部電影是好看的 不是因為我有一張證券 也好看 那我下個星期 我會 將那個故事告訴大家 那下個星期再談 好 再見 阿明 阿人 阿耳 阿賴 阿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